裡面其實大陸分的比較細 他們有一般的像 像這裏是特別去找大陸上出版的 就是這種踏片的製作方式 這種踏片的技巧裡面 事實上早在 應該是草原子 這個魏晶湯美高時代就已經開始有記憶 所以如果你去看這個隨書 《隨書經濟誌》裡面 它就有記載 有記載當時的一種 當時的讀書人 踏片的上程就可以看到製作 它目前流傳在世最早的踏片大概是唐代 目前流傳在世最早是唐代的這種踏片 換言之說這種踏片的話 有時候有一些 他會看他的年代 有些年代他可能跟上檔叔叔一樣的比較 如果有一些是傳世中的 就是說原來的碑文不見了 那如果踏片 踏片或是踏本在的話 這個踏本 他同樣具有所謂骨本的這個價值 所以他有一些價值很同房間 所以你不要小賺這些 我們台灣過去 在大陸看見的時候 很多人也會偷大陸去 然後大陸這鐵湯 他們話題出來就是賣這種 賣資產 反正這個老鼠中留下的東西很便宜 雖然啊 他們就 就 天命的硬 所以這大家熟悉的 這約都不提算滿天 好 這個大家幫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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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套的基本上在台灣探險的時候 我們學校有教授到大陸去的時候 買了一張,問他多長呢?900塊人民幣 一張喔 你看這種如果當服裝商品來講 其實很簡單,勞足用油條的東西 你只要會這個技巧就會了 900塊人民幣 其實我在台灣買過產商 我在文物市場,因為他從大陸開回來 這東西沒有人欣賞,其實很多人不太會欣賞這些東西 這個都是收藏文物的行家在收藏 所以當時在台灣市場買了大概50塊 就全買 50塊啊,大概20幾張全買 所以我大概也懂,東送西送送到山上 這麼兩類幾張 所以這技巧裡面呢 學書法的人 零模書法的人一開始的話 就是一定要會先學他怎麼去做TOP A 然後去零模 古代的這些不凡 那些知名們 眼針籤的 還是無道純這些策劃裡面的這些東西 所以呢 這些東西在 而且在大陸其實很多的老百姓 基本上這種技巧都會 而且這樣看起來比較亮 這個如果是全部都很亮的話 基本上這個叫烏金炭 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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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它一外面是這個子彈呢 比較薄 比較 比較 比較暖 所以它可是用那個柱子 定在做 柱子上面 它好之後再上面去 再去用 用一個工具來把它磨 磨到上面很光亮這樣 另外有一些叫它那種瘀器 還是它一些比較靜測的東西 它有叫做殘翼炭 它用的紙張非常薄 然後炭出來就是有點透明感的那種感覺 所以有不同的名稱 其實呢 所有的TOP TOP的技巧裡面其實最高度 我大概最 唸的最難的是全型貨 就是TOP青銅靈氣那種 所以說 胡董螢物它是立體的 那 中文刀他們有這種技巧 可以把整個這個 這個 氣霧的表面的紋式 踏出來之後變成是立體的 它有凹凹出這樣 但是這個全型貨那個技巧比較高 高難度 那個還要計算 還要算那個原作物理取度 那大概七八年前 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 派人到大陸去學位了 後來 後來在他們的古今錄堂的 這個雜誌的看護裡面 有發表一篇錄 是介紹大陸的全型貨的利用卡 那全型貨是很高度的 所以對我這個數學不好 我還是不太做 做不太粗的 當然有些東西是靠高度很多的技巧 要靠你對紙張的了解 其實踏杯 不管你乾踏、濕踏裡面 最重要的是 你要對紙張有充分的了解 紙張的纖維還有它的特性 還有你對整個溫濕度的掌握 所以你不要原諒很簡單 今天大家教的東西 看一看好像拍拍打一打很快 但是它其實背後裡面 就很多東西你不注意 對紙張的性質不了解 你對整個溫濕度的了解 還有對整個 尤其像施踏裡面 你對紙張施的掌控 如果沒掌控好的話 自然做出來效果就會不太好 有時候我們時間趕做出來都是白牌的 有時候會為了死掉東西出來就好 但是如果你要做得比較漂亮的話 你就不去掌握高度技巧還有時間 所以它們尤其像唐宋時期的一些碑舞 其實在我們台灣也有點收藏 這個唐草的碑 有些碑已經不見了 但是它是青草的套牌 那種價值一張或至少都一萬塊就這樣 所以我們下午那個 那個工作者郭聖木先生 那是之後他們的收藏大價 我記得九月一大地任之前 他收藏的獅子站的就是唐碑 唐代的碑舞 那是青草的套 那青草的那個紙張非常爽 那個稍微一拉就破掉了 就是唐代的碑舞經過千年的流傳 到現在還看得到 那就很不簡單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說 而且裡面的相關的一些 字跡啦 還有有一些裡面的相關的記載 剛剛香菇老師提到的 有一些碑舞裡面 是提供非常多遠的社會史料 或是一些當時的一些 統治上的一些規矩 還有一些族群互動的關係 那有些東西基本上 就是說有些東西 他有一些可能會提供 是 紙本石料裡面看不到的一些歷史真相 所以他最喜歡介紹清水那一塊 函那色棉藩葉變變一樣 就是說 漢磐互動過程來講 我們都準備了很無主事 但是 你從清水的背部看到了 牛馬是天燒就是很強暗的 漢也是受到驅入的 所以他會墊入你對歷史的一些解釋看看 所以這種基本上都屬於濕踏 就是說 他要山墨 只當要弄濕在山墨的方式 濕踏的技巧裡面 就是下午我們會教各位做的那種踏拋 會教各位做這種踏拋 但是下午基本上是兩個人一組 因為做踏拋 要一個人自己做很辛苦 而且失敗會很厲害 因為如果綁不緊的話 綁鬆鬆垮垮的拍出來的東西 就效果不好 所以最好要兩個人一組 所以平常一個人做的就很麻煩 有時候會綁不緊 打那鍋酒他就會鬆掉 所以基本上就是下午兩個人 這樣講合作去處理 下午柏松先生還有 吳慶盤的牛哲民部盤長 他們都是現在這方面的高手 所以我特別請他們 讓他學習怎麼製作 那裡面做的材料裡面 會非常多人 一般我們都用這個墓穴 在大陸有一個沙子的 在台北歷史國館 他們也有叫用你 包住你下去做的也有 方式也非常多人 我用的是現代科技的東西 我用一種 而不進口的這種泡棉 那個濕度的 最多軟硬度適中 不過那個東西材料取得有時候 要去找 但是那其實也很多啦 電腦設備 那些防止震動的那些海綿 就是多不進口 所以有時候人家材料不用 常常去剪那東西 那個就是做他包的材料 那只要有圖畫有圖形有文字 你就可以透過踏背方式去拿去 所以從古代像 東漢的西庭石經 好 一些人 一些秀來幫忙 那像西庭石經這些 事實上的過去就是 其實我常常開玩笑的 你對踏背的這種背景的踏背方式 還有我們像各位做的這種反應 基本上這個就是 古代的印刷技術 那搭背的話 就是說搭背的方式是直接的 就是說正面上面出來文字就是正面 你如果是反應 反應就必須把文字刻繁 就像蓋印章方式 所以那個是比較早期傳統的這種 沒有現代引力設備這種 複製文件的一個方式 所以以前故事業的政府就公告 這個標準版本的這種字 是考試的這些規定 那讀書人呢 你要去了解這個 這個考試科目 還有那些官方規定的標準字體的話 你就去看 所以基本上那個是古代的讀書人 一定會具備的一個技巧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流傳到現在的 我們現在可能大家也有講求 可能大家會跟自己說 那我就拿數位相機拍拍就好了 那你要文字就文字 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搭背是原版的 1比1的比例 對不對 那問題是有一些字跡模糊了 或是有一些上面 有一些比較細微的這個變化的東西 那絕對不是造像的技巧 所以可以做出來 所以呢 而且呢 有一些這些文件 這些背景的 可能它會受到時空的影響 風化 或是呢 遇到戰爭 或是遇到天然災害 或是人類的破壞 為什麼 所以呢 有些踏平所傳出的踏平 反而是非常珍貴 因為年碑已經不見了 原始料已經不見了 剩下你的踏平 就變成是唯一的互利 所以呢 有一些相關的歷史人 在這個戶別裡面來講 有時候就必須靠這些踏平 那現在呢 我過程前到Oakinawa去的時候 做天調查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在琉球灣口時期 也在使用這種踏平技術 還是比較好 所以這東西呢 在整個這個傳統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中國的文化圈的過程來講 事實上呢 這些這種技巧裡面呢 事實上也影響到 這個臨近的結果 所以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況是 讓它大家去感受 所以好的Oakina 基本上 你如果在市場上遇到 基本上是很值得你去收藏 一外面的可以欣賞 一外面呢 他在研究書法 書道三類 在史標三類 都有它的價值 甚至有時候你會收藏非常好的 所以從1949年 從泰國帶來的很多的 這種文化裡面的事實上 有不少的踏片 其實日本人離開套路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效不少這些東西 日本人喜歡這種東西 你不要 我曾經在跳投市場 以前那個 台中市東區那個糖廠旁邊 以前那個熱業縣那個地方 以前那個叫柴拉奇 柴拉奇 柴拉奇的意思基本上 當然顧名思義 有些可能來源的問題 柴拉奇的意思是說 原來那個配合進口市場 那些菜喚柴拉奇 所以大概三四點那個地方 就開始一本在買賣 所以後來在那幾條街 就有在那邊買東西 因為都是暗五天日 所以就要拿手電筒 一攤一攤的看 所以才會叫做柴拉奇 柴拉奇裡面 都是多多摸摸的 不教育不適 就是這一類沒有入燈之後 都拿手電筒 一攤一攤的看東西 所以才會說柴拉奇 就從這邊買到 買到什麼東西呢 買到神寶珍他們家的 這種套牌 那是神寶珍 神寶珍他們家族 跟林哲許是有因親關係的 都是非常牽連 所以叫家族勢必 所以那個套牌就是 神寶珍的母親 就是這個書箱式地的這種家庭 所以家裡面沒有錢 所以教導知名自己寫在牆壁上 把四十五經寫在牆壁 然後教導她的家庭 這個課裡讀書 所以後來 神寶珍的後代為了感念她母親 後來就把她母親寫在牆壁上 這些四十五經 把它刻成四 這個十杯 然後後來這個人就把它踏出來 所以當時我記得 在路邊看泰寶寺廠沒有藥 而且有點誇美 那時候我們一直看到 這是好東西 你從來沒有看過神寶珍的東西 神寶珍一直到百元七十多歲的生病 慈激泰寶還一定逼了她出來做事情 因為當時淚牆對中國的威脅這麼大 朝中已經沒有大權可以負責國家大社出 所以當時慈寶珍已經暴命在床 慈激泰寶就是硬的她一定要出來做事情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她的活代也有把它刻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就從這樣的一個地方 就得到這麼重要的一個踏片 這完全我們學歷史完全 你對神寶珍的故事 你也難清楚說 她當官當到了家族師弟 因為是親官 所以大家終於不會當家族師弟 所以親朋好友總是會來借蛋 不借嘛 又說我過去 你管當這麼大 所以到最後就是讀了自己 連小孩子讀數了都沒有 請不起老師也沒有數的可以用 是靠她的夫人這樣自己 用自己把自己的事實 你聽著這種姿勢飛出來 然後叫導小孩子 就不會這麼一個接近過程 所以這種東西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掌握到這樣的一個史料 你怎麼會知道 這種人物背後的另外 不可能這個也不是 所以這是她為什麼 背體史料的重要性 在我們歷史研究來講 她在每一個人中的一起之地 今天各位膠的這種乾榻裡面 就是她會運用到所謂的辣末 那辣末裡面就是把這個玫瑰 雙煙然後加了這個膠質的辣進去 有加了還有加膠質 所以形成了一種太壯的末塊 然後它不容易水 所以這個在古人呢 基本上在古人他們都喜歡 帶這個孟範出去做這種 踏背的工作 所以有一些清代的文員 基本上來 常常取得到一個好的踏背 常常就是每天都會心灑 甚至把她當作 就像這種自己 以生命來做的東西 那過去這種乾湯是很簡單 所以也沒有人要叫 會的人也不想交給人 因為實在很簡單 所以以前看人家在示範的時候 問人家怎麼做 大家都密也不宣 後來我自己摸手摸手 最後才把她破除 這個話後來覺得 原來這個東西 我們台語說的 廣播不太多 說破了都不值錢 不解說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東西好炫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勘察的時候 我記得剛剛問老師說的案里大社 我記得十年前我們去案里大社勘察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已經基督教張腦化了 所以他帶我們到孫子旁邊 還有一個土地公 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裡面還拜了宗谷 然後他們想到那個廟 那以前大家都沒有 就信張腦教之後 也沒有拿它毀掉 就丟在宗谷旁邊而已 就有時候我們看到 土地公廟旁邊就有一塊這個石桌子 用這個洗濕子的方式做的一個桌子 那我一看我知道那個風格是日本時代的 我跟他說這個東西是日本時代的東西 不要亂躲 但我說你隨便說一說 我會用一張 一張沒有人要你的石桌子 那後來我說日本時代 左腳底下果然有這個年代的體驗 所以後來 因為我出去我的學生都會帶這個木塊 所以紙張很簡單 隨便拿一張白報紙 或是夜色的符 後來我就馬上爬下這個桌子底下了 把那個文字弄出來看 招惡文 然後他們說 他們馬上就嚇倒了 這個東西 竟然大家不失望 又在戶外 還有太重了 沒有人要幫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有時候你如果立體性去掌握到這些資訊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 幫孝顧老師說的故事 所以 那這個東西 這個木塊我禮拜四 聽完講之後 就去採購 結果這個東西只買到19塊 我們本來想說有20多個同學 大概買過 結果這個東西也沒有很多 那個老闆說一年到頭 大概只賣我一個 全台中市大概 這個東西大概好 我去年去買的時候 他很感動 他說他在那邊等到快年底了 一年都沒有賣一塊 所以這很可能 所以我記得我去年就一次跟他買20幾塊 那這次去我說要買多一點買30塊 他說別30塊 我可能連那10塊都沒有 後來找一找只有19塊 他說這東西不進嘛 有人會 進嘛 一年才賣得到一塊 所以後來他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這東西台灣不做 也沒有人會做 因為使用的很少 根本沒有人要做 所以他就 而且他說這種 擔踏的技術 在台灣可能快失傳 因為沒有人要教 也沒有人會了 所以有時候他去買這種東西 他有時候覺得很感慨 試過的人總是一個人比較這樣 所以你沒辦法進行 反正這個東西呢 好 那這種 但是呢 蠟木的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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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一般我們講成乾蠟 因為他不用 把它弄濕 可以直接去磨它出來 所以這種 這種方式技巧裡面 是用它有它的限制 就是說 這種木塊呢 適用在呢 這個表面比較便宜 這個石碑 表面呢 要是在木板上面 這是表面要光滑瓶子 如果像有一些石碑 抬書槽的話呢 做出來的效果很不好 如果文字越細的話 字刻的越小 做出來的話 如果它的麵 凹凸不平的話 那字記基本上很不容易做出來 除非說那個字很大字 像 像這塊龍灰鳳爐的話呢 那如果它的表面很粗糙 那還好 勉強還可以做出一個樣式出來 那現在有一些 就像我們去年 所以它刻字的時候呢 旁邊都會 旁邊那個字呢 都會有好險 風景 而且它很硬 所以沒辦法刻很深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還不好 也會遇到這種 反正看起來很便宜 但是呢 它的材料的問題 所以呢 它用甘叉做出來的效果很不好 那甘叉公式尤其 就是在短時間取得 就是死掉資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有時候光像 基本上有時候 當然下一個道指甘弄師是 看它做不出來 但是在室內的話 尤其像現在的 很多的這些大樓 會有一些大理師 然後是拿去用不鏽康做的那種 那種 那種 這個大樓 大樓有什麼 什麼人流制啊 建設啊 那種編公堆 那種基本上 因為都請師科了 那你用師它的話 效果 所以這個時候用甘叉是最快的方式 那大概行動就可以處理好問題 好 那它的原理基本上是 問哪 你有沒有時間再採那個指章 老師 有問說你那個 那個墨寬那個在哪一間是不是 哪一間 這個在美式用品店就有了 但是我們台中有些東西也不賣 我們要教各位版話印出的資料 像這種東西馬鈴 我平常想說 台中應該在這裡應該有賣 結果我去買 買這些材料的時候 然後問他 經常沒有馬鈴 對不對 那個馬鈴的也沒幾個 這以前我們都必須在四大附近的 美式用品店去買 那這些東西都不是他們的 這全部都是日本進口 這已經20年前買了 這個都是日本進口 我們台灣內人要做 也沒有練得到這個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彩質 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他日本的連監國寶做的 像像郭先生 湯萊 他們有在做這個藏書調 然後說他們去了 前幾天曾經請一個日本的連監國寶來示範的時候 日本連監國寶帶了一個他做的手工的馬鈴 結果他們說台灣裡面要買 大部分他說賣多少 想說點賣幾百塊 近一兩千 他們沒有日幣80萬 我們台灣人馬上全部都 全部大家都沒勝利了 沒有人要買 他說你不要嫌80萬貴 因為他是日本連監國的 所以他的作品 是已經排隊拍到五年後 在日本就是說他的作品 叫翁千玉 翁千玉做法的話 一定要用他的 所以他說一個手工的馬鈴 這樣做出來一個專業工具 賣日幣80萬 還要先挑錢 然後五年後取貨 他說他專門帶一個來台灣 竟然沒有人試貨 竟然搭到行貴面料 所以這個東西也就是說 你就覺得沒容辭 這個技巧其實很簡單 你大概把這個紙張採好 大概稍微比 好類似如果這塊是一個 你要採集的一個對象 那你把這個尺寸紙張大概採好之後 大概就是可以先把固定好 固定好之後 當然有時候你要知道紙張 你要先摸摸看 品感覺哪一面比較光模 因為有一面是接觸 好就是 宣紙都是手工做的 如果你到湖裡去廣津造紙廠去看他們在示範 用那個竹臉再操持指向的話 那接觸竹臉那一面一定會比較粗 然後上面那一層呢 因為他還會經過一頓被免壓處理 或者他比較平 所以他你就摸看看 一定有一面比較有光模 所以他比較粗糙的那一面 你就讓他接觸這個表面 光模的話 因為光模上面是要承受這個夢的 所以他這樣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就像龍布 龍布有瞬濃跟膩濃 所以說有些龍布你看 你如果瞬濃摸下去就很平衡 如果是膩濃的話 他這樣過來就變成他會有一個不同顏色 像白白顏色那個都順和膩濃的效果 同樣你把那個光模在那邊朝上 那稍微有些線紙你可以用膠帶 把它是邊角固定 有些我們會做會踩大一點 就是把它折進去 如果是固定了這種像在牆壁的圖案 或是石碑的話 當然你不能去折到外面去 所以大概你就是稍微踩大一點 旁邊的膠帶把它貼住 事實上有時候他被用的膠帶 不是一般的膠帶 要用紙膠帶 有什麼專門叫貼紙張的膠帶 叫紙膠帶 但是 我這次在這次採貨我也蠻知道 因為這種紙膠帶也是只有專門在用 之後呢 只好買一般的膠帶就用了 紙膠帶進得上了 所以說比較不會傷紙張 所以一般就比較用紙膠帶 那那種遮蓋膠帶可以用嗎 一般的膠帶都可以用嗎 我說就是在痕跡用那種遮蓋膠帶 用性也是比較低的那一種 也可以啦 像我們是為了固定而已 那紙膠帶現在不用帶刀子 就遮蓋就可以濕了 那個是它這樣才好處 那你把它固定好之後呢 那你就開始進行摩托的工作 那摩托的話基本上 你會從一些固定方向來就好 那你不要在那種遮蓋 到時候會有時候 遮蓋的濕力就去 那就會造成墨色 有濃淡的不一定的方式 除非說你要做效果 所以呢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你拿那個鉛筆 在做那個燕幣摩托的道理 所以肝托的技巧很簡單 所以以前會的人都不教 我們直接問人家人家 沒到密不學 後來弄口之後會的人就 自己死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 就這樣而已啊 那這個問題 我自己摸水很久才摸到那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後來人家就不讓你看 對不對 因為這東西太好用了 所以人家一般都是 那樣秀一下 所以有些人教他為了嗎 不教你做肝托 因為太挑戰了 但是呢 非常好用 不用帶大花小花工具 也不要帶學童 教育一塊木塊放在口袋 隨便三一張之章 就可以走遍天下 就這樣 所以呢 我過年人去沖繩 要忘了把木塊拿出去 不然沖繩很多的碑 那個都變重的關係不低了 所以就很可惜就沒採用 大概只拍照而已 所以你把固定的方向做到 然後如果時間不卡 你當然可以慢慢去加 所以放到比較均勻 當然你要注意到這個後補 所以有時候你不要太用力 而且方向最好要一致 到時候會破掉 那樣破掉沒關係 破掉是給補救 因為有些塌片你弄好之後 適合還要增壓表背 所以在表背上就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均勁 可以放回 如果時間很緊過來 你大概是很快的刷一遍 就把圖案都是字型 那個字機要出來就好 如果時間過的話 你就慢慢加慢慢加 把這個木刷要注意一點 不過就是要有一致的方向 未來離到的時候 就是好像你拿到鉛筆在上面 才會畫鉛筆畫一樣 所以會處理上去 那個就是說 身後你就注意到他的畫面 跟你的方式這樣 這個就是拉木的好處 簡單開速 有些字機可能一下子 你可能幾分鐘就可以取得你要的這個命令 好 那這個是乾燥 所以等下大家可以自己的傷害 這個影響 再來就是要教各位把勁 那把勁這種方式基本上就是傳統的雕把勁刷 那雕把勁刷裡面基本上 你的字的話基本上 因為這類似蓋章的效果一樣 所以你做出來的話 一定是一定要刻法 不然要刻法 它出來才會變正面 那就是踏飛不一樣 踏飛這樣的話 你直接扇子自動踏出來就是正面 它不用刻法子 所以踏飛的方式跟板印方式只不太一樣 那這種過去的在印刷數還沒有大量 現在快速印刷 或是同板印刷還沒有出現之後 木板的這種木板雕刻印刷的方式 這個是過去從搶代理台流搶到現在的一個 至少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前 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民生上面 在宗教慶典上面 是在過去的這種處法內上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以前在台灣物資確保的時候 要刻一部書的話 大概要耗掉好幾家土地的資產 所以以前在往中 台中有一個非常大的家族 清代這個長宿家 誰當小人女家呢 因為他們三代讀書人 所以他們當時從廣東 也請一個主人吳子光來台 他們稀稀教他們的這些子弟讀書的時候 後來他把他的文集出版之後 耗掉二十幾家人 這叫科工 那這種千代的木雕 這種木雕的眷科 基本上在道光年間 就有人從無界到台南城去 過去台南城是台灣的這些 算是文化政治經濟中心 所以這一種在廈門 或是泉州一代的這種科書網 就有到台灣了 所以後來在台南城 從道光年間 後來就是一個叫台南的宋雲泉 那宋雲泉他的科書技術 當時是在全台灣最難的 甚至後來他在台灣的這種 這種雕板印刷技術 限制了超越他們的故鄉 所以後來他的這種書籍的設計方式 這種印刷方式 限制了他的版式 還被他的全州的故鄉 這些同業人再把他引進去 所以台灣的這種雕板印刷術 至少在東聯線到現在 1850從六到現在 有超過台南的歷史 那後來宋雲泉的那些調板師 後來因為他的一個後代 參加了這個西蘭恩事件 因為余千光他們 他們透過西蘭恩的方式 在用宗教的方式 捕獲當時的一些老百姓來康復 所以宋雲泉的後代 當時就是專門幫他刻文稿 刻這些出版品 後來就被簽名之後 就入獄 所以後來這個標版度刷術的產業 就有狀賣點對 後來到1943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 整個南台灣也被農軍轟炸 所以那些標版之後 就大國都一起迴戰 那後來這種標版 後來在日文 台南有一棟土地在拯救的時候 有了歷史學者 到格樓上面去做調查的時候 發現一批千代的標版 那個南地也是宋雲泉 這個負責製作的 結果是因為一家災棠 他負責看譬如說 像金剛堅 什麼阿彌陀堅 什麼一些山書 在流動 所以就放在格樓上面 放了一台多年 後來終於被找到 後來那一批東西 現在已經送到金剛堅盤去包裹 所以這種標版 就造成在台灣流產 非常有趣 所以 但是要找到台灣本地的標版 標版不太容易 有些地方有些廟裡 會刻胡錄 點安 或是刻一些金箱條 會有 這幾年 大陸開放貪心 很多之外 很多文物大量進入台灣 但是呢 很多大陸手製作雕盤 有段時間大量進入到台灣 早些都是擠麻袋 我們在文物市場看到 都是用布袋裝的 武器麻袋的一堆 甚至有一個整套家譜 那種族譜的雕盤 全部都賣到台灣 所以那種東西以前在市場上面 也是價格非常混亂 有些一片就跑跑到6000、1萬也有 有些就看字跡 上面的科工好了 價格就高了 那這邊是大概這擠麻 我找到的 我比較滿意 這是以前的銀票 銀票的版 這是我收藏標版那邊 大概最滿意的 但是我超過百了 所以我現在是不得用它 以前都還病 所以我後來就是用乾擦字 把這個圖形拿出來 這是甘肅 但是那邊以前的這種錢裝 3C票 我們都知道3C票對不對 所以以前的這種 民間的金融貨幣體系裡面 他們自己要有一套的 這種貨幣流通的 這種類證方式 所以他們都自己會 會去製作這種流通的銀票 然後就是你到各地分廠去提 所以這個板子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裡面辨識的技巧 裡面是它的在化壓 看從化壓幾個特徵去做出 不然有人也會未刻啊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辨識之道 所以像這種大概就是 好像認識印紙票一樣 所以這樣一張一張一張的頁 那個沒有任何取巧 那古人補的線裝數呢 也是用這種方式 一片一片上去刻 然後一張一張的頁 然後再把它裝針 變成一本書 所以以前我們都讓同學做 所以以前的刻是這樣做出來 你也不要去Copy 你也不要去刀印 你就自己印吧 好 那各位這些東西讓各位搶曉一下 先是媽祖廟的 那種搶溪早期也是這樣的 那像這塊本來是那個搶溪 是媽祖廟的搶溪一次上片 三張 後來被同學玩到已經自己弄模糊 因為這東西還去處理 然後就很麻煩 變成要洗杯 所以呢 其實搶杯的過程 他講的最重要是清潔 把石杯 要做一個清潔的工作 那最重要 很多人在焦灰區做 以前有人做搶杯工作 但是呢 沒有好的習慣 沒有水面上水面潑 做完之後呢 也不洗也不擦 所以造成有一些地方 你看有些廟宇 有些這種清淡的石杯 上面都有留下墨跡 現在洗都洗不掉 因為他已經進入到石材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站在文化石材的理想 會跟各位講 就是說 你要反而去洗 要清潔 清潔完之後 你做完之後 也要再重新把它擦溪裡面 也要留下墨跡 那下午焦灘杯 焦濕湯之後 濕湯裡面 為了整個製作過程的不方便 還會加一種重要 叫白擠 那白擠的本身就是 它泡水之後 它具有黏性 所以非常紙張的工作 在石杯表面會 天空比較長的時間 就是方便你製作的時候 比較穩定 但是呢 我的技巧裡面 我是不用白擠 就是說我全部用水 因為這樣比較不傷害石杯 但是很多人現在都是用白擠 所以下午 留務館長跟郭先生他們在教的話 他們會用白擠的原料 那白擠這樣也很貴 那個現在中藥非常貴 所以我去電的話 一進到1800 所以後來就算半天就好 當然不是這個材料貴不貴的問題 而是在說那個方法我不推過 我會教郭先生純粹用清水方式 用水方式 然後就是你要掌握時間 掌握時間 還讓那個技巧很快 其實有些東西是美感 所以你不要只在那邊打 踏包在那邊打一打很快 還很好 但是其實各種裡面 都有很多技巧在裡面 你如果掌握速度 掌握力道 還有你必須了解紙張的特性 還有你要知道在什麼時間之內 你可以完成 所以那個會有一些比較細微的技巧 跟各位說 那白吉就是那個小吉 就是一個炒製頭在一個吉殼 那個叫白吉 白吉因為它具有這個黏性 所以後來就 而且它不會有 其實它對紙張不會有太大的傷害 而且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會幫助紙張的定位 就是讓它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定位 就是不會跑掉不會撬去 它會比較平常貼在這個食材的表面 但是有時候我們說 為什麼我的方法是不太願意交白吉的方式 就是說 事實上你說我到現在 這20年來我從來沒有用過白吉 就這麼簡單 因為那會上到我食材 尤其是 我們為什麼要去探握 其實最終就是裡面的文字 對不對 我們對這些握的食料最終是要文字的念 應該是我們做歷史人就要用的東西 所以石碑在戶外經過百年 它常常會遭遇到的轟化 而且台灣是一個海島型氣 所以高溫多濕 而且我們的空氣裡面 水溫裡面有人份 所以它一定會傷害到食材 所以食材會轟化 一轟化了自己就會剝落魔物 所以有些石碑為什麼剝落都沒中 因為就是那些不道德的人 踏杯的弄一大杯 亂七八糟的東西 上個白吉 然後有些墨也沒有去刷洗掉 所以經過這樣的一個 一兩百年的這種情形 是要造成充化直入非常嚴重 所以你如果再加白吉 一不小心用力 因為你踏包要打是會力道 一兩百年的紋路 事實上已經不起任的力道 在上面試做了 所以有一些它石碑在表面的 有自己的部分 它已經開始已經敲取破肉了 所以你一拍它就碎掉了 所以這基於紋路保存的立場上面 所以我的方式 這二四年長我從來不教人家用白吉 因為它當然對你在踏杯上會有幫助 但是基本上對紋路保存沒有好處 即便它不傷子障 但是不保證它不傷這個石碑 所以這個才是要跟各位強調的 而是一般用白吉的我也不法退 因為這個跟各家的說法不一樣 大陸限制還有人 如果買過到白吉是用膠水 一般的工業膠水 工業膠水用水系式 然後拿著這個填槍 那個也有這個效果 但是它的快出就是 一不小心那個紙張不能連在石碑上面 試不下來或是破掉 所以它還會到白吉 天然東西還是稍微還可以接受 另外除了剛剛那一片銀票以外 我所有的雕板這邊大概這一片花鳥 我不是最喜歡的 它上面畫了兩隻這個喜鹊 還有這個玫瑰花 旁邊還有一部堆 但是這一塊踏出來的那個效果非常好 那個喜鹊的雀鳥的羽毛還有漸層 所以呢 但是這塊儀器以前很多人會給我繼續用 然後後來有些字 等下它堆很清晰 現在是弄的那個墨水跟雞刀 現在我基本上這塊也讓它填槃 不再不再突光了 但是就是說它的效果非常好 就是說你不要開始覺得它很簡單 在雕刻上面是讓那是很灰力的 而且呢 刻大字簡單 刻小字就很難 所以呢 有一些這種清代流傳的這種散術 國定裡面呢 有些為了方便流通 所以它字非常密非常小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眼力不好的話 你就刻不出一個好作品 一不小心 字體就會被破壞 所以呢 雕板裡面的這種木材的選擇也很重要 在大陸他們比較喜歡用一些比較穩定的木材 在台灣因為環境很關係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就直接就進去 但是台灣有些木頭的特性裡面 像有些人喜歡用這個章木 那問題是章木的毛細孔比較粗 印出來的東西質感比較粗糙 而且章木會變形 也會歸類 所以在桃州南一帶呢 客家也喜歡用章木 刻那些廟裡的平安女這類的 那在南部的我剛說的台南虎城的宋雲軒呢 他就會用烏心石 烏心石是比較高級的這種建材 然後家具原料 那基本上就是毛細孔比較細 那變形俏學的程度就會降低 但是木頭一定會累 所有的木頭都會累 那這正常 那就是說你怎麼去選擇 因為最重要你不 木工一定要掌握木頭的溫理跟它的特徵 不然你說下刀一撮 整個字體就破壞掉 像如同竹材 竹質為什麼雕刻人不多 因為竹材不好掌握 因為竹質的這個纖維紫很細 而且它有時候曬乾領葉 對不對 如果你要雕刻的時候 那個雕刻的這個力道不對 那一刀下去了整個就累掉 這怎麼做你就這樣包圍掉 所以基本上比較少人去把一些東西 刻在竹材上面 它的道路就這樣 好 那我找一塊雕板 好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是現在的這種道教 道教的這種宗教儀式裡面的這種書文 以前要做宗教儀式之後 就會寫一些這個宗文文告啊 然後頂告天地啊 這種東西也是透過雕板子 但以前人為了結省是兩面都雕刻 有一些是做大面的也有 這種方式 好 這個雕板 你早來知道 一樣 你採好適當的紙紗 這事件都要先清過來 有時候先用毛刷把三二灰塵雜溫 先把它刷掉清掉 那同樣的 好 這種膠板液刷的主要用濕 主要用濕他的方式 那你把紙張拆好 濕度拆好之後 一樣的把那個面呢 朝上 比較粗的那個面放在底下 好 然後這個刷子 當然這不是專業刷子 這也比較簡單的 一般的刷拆好用 這個失敗前刷 這沒辦法再煮拆的東西 安好彩 那你把墨呢 基本上最好是調點水 現在我們都不是親自用的墨 其實好的靠點就是 就是要用墨條去 而且現在都未荒備 所以就是用這種工業的墨水 再用就可以 但是也就是怕得太濕 所以最好是稍微調一下水 那開好之後呢 就是說你要上墨 當然有時候做這種東西的話 搭配的話 最好你不要穿白淨衣服 因為我常常穿健身刀 又就是回家 因為墨的常常有偏數 那沒辦法 所以最好用來就是待圍兜 就是待的方式稍微隔絕一下 然後你就上墨 上墨的話基本上就是要均勻的上 墨你要沾多 很多人一開始沾一大堆的話 到時候你就出來的效果就很好 而且會很沉悶不掉 所以你就要先沾上一點墨 然後把它刷開 刷得很明顯 剛剛有時候這個刁板可能很久沒有用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它對於那個吸墨 墨會被它吸走 被木頭吸走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第一次做出來的效果也比較多 但是你就慢慢把它刷 讓它均勻的去收到這個墨 像這個空白的地方沒有這個地方 有時候這個墨比較多對不對 你要用刷子把它刷上 把它吸走 那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都刷好了 那紙張 就先把它 這樣對好之後 鋪上去 當然有些說用手藥是還ok啦 後來再來就是要用這個麻 馬人 那個麻就是騎馬的麻 連接的連 那為什麼叫馬人 你為什麼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叫 反正中文都叫到馬人就對了 那這馬人基本上 裡面就是用一塊平平的板子 圓板 然後在上面用這個 這個什麼 這不是竹葉 這不是竹葉 這叫竹拓 什麼叫竹拓 你看以前農物帶的那個斗粒 努力就是用竹拓 竹拓是哪裡 竹拓的竹竹在成長的時候 那個結 那個木 對不對 那個結會出現一個葉子 那個地方那個叫竹拓 所以不是竹子的葉子 要用竹拓去 然後用竹拓 然後表面洗乾淨出去之後 然後去炸的 所以我們湯就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湯湯不做這個東西 太少在用 所以沒有生產價值 這樣小小一哥 這個以前 我記得20年前在台北 一個就四百塊 一個四百塊 後來我想說台東應該會有人 現在這麼多人開這種女士用明天 應該會有人買 結果還是沒有 因為太少了 有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要幹嘛 竹拓裡面 再來都要進行蒙拓 那有些人會在上面塗下那個環 要幫忙塗那個蠟 用那個蠟水也可以 有些人是用環在上面 是比較方法 這樣比較不會摩擦的時候 產生主力太多的時候 會把那個紙張弄破 那好了 你就壓住其中一地方 開始這樣 好 那你這樣出貨 這樣摩擦好了 是不是 但是你不保證 這個字一定很清晰 好 所以這個時候技巧就來了 不是一下子幫他這樣砍 不是 你就先壓著一邊 千半 看起來 哇那個字 那個字 剛彈掉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你整張陷掉了 他就跑掉了 這個時候呢 這一邊還壓住對不對 先補這一邊嘛 補這一邊 補這一邊 你就爬放回去 對不對 好 我的旁邊這邊先補一門 所以紙張就不會跑掉 因為你整張把它掀開 都不回去了 你勉強弄上去的就跑掉 紙就跑掉 所以這種方式呢 哪一邊不足你就補哪一邊 類似這樣 有啦 有一點點 對 好 你就再換電話一邊 所以這個為什麼要 這個模樣要調開 一條開開門一紙張就會黏住 裡面開門一紙 類似這樣 所以就這樣 這邊站 然後再往上去 然後 好了之後 就拿起來 它就完成 它是刻板製的 出來之後就變成整面 所以這個就是傳統標籃刷 裡面的方式 當然它裡面也會有變略數 有時候如果是一張本上本素的話 那個清單那麼可憐的話 它大概二三十列五六十列嘛 所以它有時候在旁邊它也會刻葉樹 然後你再一分鐘去整起來 然後再去穿線 然後就變成一本出了一個製作 所以這個就是傳統標籃印刷的一個方式 當然古代在做 因為它是要大量生產 所以有時候即便印刷印壞了 它也不會丟掉 有些字可能不簽 或是稍微會跑掉 它會浪位 因為這不是要算成長的 所以古代人也會珍惜物異 刁板除非用久了 因為是木頭 所以它會損 所以字跡到最後 如果印量非常大的話 到最後那個木頭上面 這顆的字跡會模糊 就是說 模糊的比較快平整去的時候 那這塊刁板就公尺先退 再重新刻一塊 有時候呢 找刻工刻一片 要花很多很長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你要重刻 搞不好也要花大青春 有些古代人 漢充雲 看到哪幾個字不清晰 就把這個地方刮起來 然後再寫空間 補刻那幾個字 然後再把它刪進去填寫 所以有時候 每人看到那個地方 剛好會留下一個人 可能被替換的一個人之一 就是用清晰 像另外這一塊 這一塊 這個是一個 一個祖樸裡面的 有些祖樸裡面 會把祖先埋葬的地方 叫烘水 祖先埋在哪一座山 那個風水來龍去末 它會坐落那裡 它也會把這個祖魂的風水 把它割在祖樸的前面 然後在上面 有些祖樸在哪裏 然後葫墓埋在哪裏 所以它在祖樸裡面就會敘述 把祖先埋的這個風水的位置 全部都做個描示 所以這種也有 也是附在祖樸裡面的這樣的一個這種調法 這會對 然後剛說的 它會去做填寶工作 就是這個地方很壞掉了 它是被老鼠啃的 然後這一塊 你看到這裡有一塊 這個就是壞掉的地方 再把它挖掉 然後再填進去 那這塊就不用整個 整塊